這篇是古詩 他的篇名叫《磚牛哥》 我是以用章草的方式下去聊 章草是我們的書題當中比較優雅的一種字體 然後它這個是三個字 它是說南山甘白石烂 生不逢遙語順才 他有一點感慨說 如果生在遙順那個時代的話 它會更好 短衣 就是短步單衣 四字 他們以前都是穿到這邊 從早上到晚上 他們就是飯糧 然後到半夜的時候 好像說 感覺上這個整個場景來看 就是以前生活的那種 從古優雅的 古時候的那種感覺 就用古比較優雅的字體 去把它表現出來 就這樣 謝謝 好